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被免职并遭调查 但官方并没有对性爱视频涉及的另外几名厅级高官采取行动 直到现在 重庆方面也没向爆料人索取其他性爱视频 爆料人也无法和县人取得联系 县人的家属还遭到重庆某些官员的多次警告 又比如12月3号有网友爆料 兰州市市长袁战婷 至少佩戴过5块手表 其中包括价值20多万元的僵尸单顿 15万元的香钻奥米加等名表 并揭发原战亭在当地快速公交工程建设中有腐败问题 甘肃省纪委介入调查后称 原战亭所戴的三块手表中价格最高的只有25100元 对另外两块手表和原战亭的腐败并没有做出回应 此外 近日被举报的广东佛山顺德区公安局副局长周西开拥有一员住宅的事 官方回应称 周西开虽然房产上亿 但未发现其违法 顺德纪委书记潘东升甚至还表示 当地领导对周评价很高 潘东升还对周西开被举报后的困境同情落泪 这实在让人生疑 周西开一次拿出的170万购买别墅 钱是从哪来的 他银行贷款670万元用什么归还 老婆移民海外生二胎 他的裸观情况难道有关部门以前不知道 文章说 有关部门对被举报者的调查避重就轻 甚至还抱以同情 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 难道他们是利益联合体 或者有什么幕后交易 这种官官相护 与惺惺相惜 给人的感觉是 官员理解贪官 厚爱贪官 并与贪官并肩战斗 这样的官员自己能做到清廉吗 有媒体报道 最近在茅台集团回应产品中 含有塑化剂的发布会上 北大教授李可基称 塑化剂的标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他还表示 人类几百万年都没有灭绝 说明人类的排毒解毒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 三聚氰胺基本是无毒的物质 成人喝下去不会损害人体 对此 网上有篇署名石敬涛的文章评论说 如果这些话出自百姓之口 我们且可一笑了之 但当这种话出自堂堂的北大教授之口 只能说明一部分知识精英越来越流氓化了 文章说 为什么当今的专家会越说越不靠谱 就是因为利益在作怪 想想 这位北大的教授 为什么会出现在茅台酒公司危机公关的发布会上 显然他是资本雇佣来的 是来为资本说话的 当知识沦为权力和金钱的二奶 这些专家还有多大程度会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说话 令人担忧的是 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已经渐渐成为一种潮流 这种潮流是一种比三聚氰安 比塑化剂更可怕的病毒 我们常说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脊梁 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守望者 他们应该对苦难敏于同情 对罪恶保持愤怒 对真理勇于捍卫 现在的问题是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同情 没有了愤怒 不但不会捍卫 反而选择了与罪恶同流合污 文章最后说 在一个物欲横流流氓文化普遍化的社会里 谁又能独善其身呢 但是要知道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人必自觉 然后天觉之 记住这些人 记住他们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 历史终将会将其永久的铭刻在耻辱柱上 2005年的黑龙江东风煤矿1127特大爆炸事故后 煤矿公司领导表示 矿难主要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利 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很远 有网友演绎说 孟江女哭倒长城 找到了万喜良的尸骨 她抱着这堆白骨 哭着说道 老万 你的死跟你啊本人素质不高有关啊